這套北斗實際它應該十幾二十年前已經做好, 搞了二十多年,搞了二十六年吧, 它開始搞,差不多八零年代決定了九零, 搞了二十多年,搞了很久, 按照美國情報,這根本還未完成, 只不過它今天要告訴人它已經有這套, 不斷在試,有時伊朗飛彈、敘利亞飛彈都用這來試, 因為它們不想用美國導航系統, 用美國導航系統美國可以隨時刪掉你, 甚至改變數據,美國可以控制你飛彈目的地, 當你用別人的GPS,別人裡面的數據隨時可以改, 就可以誤導,這個真的誤導,可以誤導飛彈, 這變成它無法跟美國打, 但到今日北斗包括中國沿海, 整個中國和太平洋地區, 它的軍隊主要是這兩個地區, 一直由印度那邊,過到太平洋地區的覆蓋, 可以這樣講, 在美國那裡差不多, 我們講有效性,有效性我看法差不多七成左右, 有人還看低一點,有人說它直接不跌, 這些打起仗上來很複雜, 為什麼呢?你又要干擾我的信號, 我又要干擾你的信號,你明白嗎? 它由太空有衛星下來的信號可以干擾, 所以這件事它無法跟它是錯級, 它可以這樣講,剛剛幼稚園畢業, 人家已經讀讀讀讀,不是博士也讀讀, 人家那套已經經過很多改良和經過很多環境之下, 自己干擾自己又怎樣呢? 人家測到已經去到這個程度, 所以這件事可以這樣講, 老實話這都是軍事一部份, 在軍事上查得完, 你說用來問用呢?現在美國那套都用完, 現在大陸汽車包括八道,八道地圖, 大陸基本上有兩套開車的導航系統, 八道還有那叫做,不過我以前大陸都用, 一直都用開,都不錯, 但用美國不是自己那套, 現在叫它改過來,你們看它行不行呢? 將來大陸那兩套導航系統, 駕車導航系統八道,我忘記了, 它們趕不趕你就知道它行不行, 如果它行的話,大陸當然有逼它們, 因為它們又要外國又一定要用, 所以只看大陸GPS知道它這套成不成熟, 它自己人都不用的話, 到今天自己人未用, 第三就是講所謂的監控, 大陸現在不需要用它那套, 用美國GPS和它自己國內的譬如微信, GPS和微信配合, 微信裏面有找朋友在那裡, 講給人聽你的地點, 微信下面有個行業有個價錢, 你講出你的地點在那裡,已經有了, 所以只不過是你開還是它開, 你打開還是它打開, 如果你打開的話, 譬如現在在微信下面, 有個價錢進了價, 有個地方就是你表示你是在那裡, 你按了之後,你告訴對方你是在那裡, 這只不過是你個人打開和你指定給誰, 當然以今天的軟件它幫你打開, 它可以指定給它公安, 這個行蹤今天就已經在發生, 這是所有行蹤, 它要你的行蹤, 它隨時要你, 第一你在中國去到哪, 酒店一定要拿, 譬如我們香港人當然要拿回鄉政登記, 打六人民身分證登記, 它身分證已經知道你是誰, 你的手機當然是登記, 你一定要十年登記, 十年前手機已經開始全部十年登記, 你為了有支手機用你避錢, 微信支付等等, 你根本無甚麼機會用假名, 你的手機不只是用來打電話很簡單, 它有很多服務跟實名有關, 現在大陸手機可以說實名登記, 它要知道每一個人, 今日共產黨要知道每一個人在哪位置, 任何時間在哪位置, 一些問題都無, 不用講將來,今天已發生, 這陣子你知美國整個可以這麼說, 一路從印度一路圍過來, 圍上去,去到哪,差不多去到南韓, 日本基本上拿中共基本上圍堵, 它堵塞的那島, 這根本美國軍事行動很厲害, 不只是美國, 它已得到東韓十國有甚麼支援, 澳洲、日本、台灣不用講, 跟著英國、法國, 全部派軍艦來, 八月份要做一個軍演在南太平洋, 不是在南中國海, 所以它都知道, 國內都有知道, 它都知道信息, 它一定要讓自己老百姓, 看看它的軍事在進步, 這筆斗很久以前, 百里年代已決定做, 所以整個是它的一部份, 軍事和民用、量用是它一部份, 但實在它講的話做得猛, 人家不斷在提醒, 你見到中共最近過去幾個月, 有五個火箭性控都無成功, 這很明顯不是被人打下來, 它要控制火箭, 當然要用元件來控制, 即是用無線訊號和元件來控制, 我的看法我估計五加那麼多, 五隻火箭都失敗, 即是它控制元件在美國人已嚇早進去, 我可以很有信心這麼說, 即是美國人令它失敗, 它都是想拼命再放多些衛星上去, 即是它這個什麼叫狗呢, 即是筆斗越多衛星越好, 越多它的準確性越高, 還有有時如果被人寫下來之類, 或者被人寫了, 或者可能這個行不行, 它裡面都肯定有備用, 我看它現在還未到備用, 但美國GPS已經到, 譬如油給你弄了, 它有其它備用, 已經到你程度, 所以複雜程度不一樣。